央行19号祭出第七波现贷打房四政权 名下有房者第一户全面取消宽限期 贷款陈述缩减 直接向投资客宣战 我必须强调不是打房 是打草房 我们基本的态度是要维护一般民众 居住所需求的最基本的条件 市场反映直接 营建股大暴跌 新复发大跌9% 润龙 金城 贯德 远雄等营建股全数跌停 商总理事长香菱集团董事长赖正义批评 央行打房太用力 不仅换物足哀嚎 建商金融业无所适从 衍生种种合约纠纷 建议央行应该要订出日出条款 不速及既往 专家直言第六波房市多头已经宣告终止 甩尾的阶段其实就比较怕 政府政策的利空 但是政府政策利空 有没有效 绝对有效 因为它临门一脚 所以基本上 这个房市本来就要降温 所以它第六循环 应该也就趁这个机会 会有一些中止现象 中小建商就会面临到资金左转的问题 房产专家李同仁分析 央行政策产生主要为心理冲击 下半年预估房市亮缩架平 小型建商可能财务短缺出现倒闭潮 不过也有半导体科技业大佬 相对力挺央行政策 不管在这个需求是投机的或是投资的 如果需求高了 当然要用土地 真正要用土地的 那它承受的成本就高嘛 那我相信央行是注意到这个问题 它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央行赶走投资客 房价涨势将趋缓 或有助产业界正常购地设厂需求 避免资源过度集中 新唐人野太电视 高建伦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大佳 大佳 大佳